开敏王室家族60年的内斗 连甄嬛传都不敢这么写 王朝 王沈之 王沈规 史称开敏三王 应该说开敏王室对于福建的发展 有着巨大的贡献 但是敏王朝宫廷内部 却充满着血雨腥风 其严酷的程度 你真的想都不敢想 公元896年王朝去世 王沈之继位 严格来说 他们不能算是敏王 也只能算是中原政权的节度史 因为他们并未称王 公元925年王沈之去世 他的长子王延翰继位 但是仅仅两年之后 长子王延翰就被他的弟弟王延军杀害 933年王延军在福建称帝 而仅仅两年之后 王延军又被他的儿子王继鹏杀害 王继鹏成了新的民王 939年 王继鹏又被旧的晋军统帅杀害 王延熙继位 到了公元943年 王延熙又被朱文进杀害 之后的敏国风雨飘摇 到了公元945年 敏国灭亡 更多冷知识 关注我呗